而且你能看到Trail 写了可以有Return 有些人想走一旦短一點 你就可以回頭 它告訴你短Return 回程 總共是2.5km 而現在去到Trail 結尾是1.25km 但這裏我們並不是繼續向這邊走 因為我們的車站在另外一旁 所以我們選擇另外一旁的Trail 繼續走 而且走這些Trail 最好是甚麼呢? 如果有兩個人是最好的 你可以駕駛兩輛車 一輛車站在Trail 另一旁 另外那輛車站在Trail 另一旁 所以走完後不用再回程去拿輛車 直接在另一旁 駕駛車去拿輛車就可以了 你看到這些就是 徐風飄送的播種種子 你看到這個宇宙巾很有趣 雖然在徐風飄送 正常來說附近應該會長齊 所有都是這些植物 但原來不是的 因為大自然有互相制衡的作用 雖然種子多 但問題是土壤方面 要適合你的發芽生長才能種出來 這裏差不多是尾聲 因為這裏是另外的牌子 寫明這個Trail 在這裏 我們現在走到另外一旁 這裏有一個蜜林 轉彎蜜林 就是另外一旁的Trail 這裏也是一張椅子 就是半邊的樹幹 整成的椅子 穿過這個蜜林 其實看出去那邊 就是這條Trail的另一邊的入口 這邊另外還有一張椅子 你看到對面那裏不是有一座屋 那裏屋就是另外一邊的中心 我們走前一點就可以看清楚 因為這條路易走 所以很多時一家大小 都會帶一些小孩子過來走 Hello 這裏就是另外一家的入口 大家可以看到 同樣像剛才我們看到的一個牌子 指示給你聽是怎樣走 這裏就是我們現在的位置 這裏就是我們現在的位置 我們實際走的那條路 就是由這裏 19這裏 一直奪下來 一直走上來 一直去到這裏 那時間來說 時間來說 大概我看這裏是兩個小時 如果不拍攝 大概是一個半小時 這裏都有寫 就看起快慢的速度 從一半到兩小時左右者移動 如果你有興趣旅行這方向 当雨 山 coco 運败很特別 是一個頗好的地方 我們先到另一邊 就帶大家看鎖中央的位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